愛管人家帶小孩 最愛說哪一句話 A 聽我的 我是過來人 B 是 妳這爸媽是怎麼樣的 來 A 還是B 請舉牌 來 先從依依 我的第一胎兒子 跟我的第二胎兒子 其實因為我第二胎是雙胞胎 所以總共三個 當小的出生的時候 其實我是有故意把大的 跟小的分開睡這樣 等到小的差不多 大概到了兩歲之後 我覺得三兄弟 是可以適時的在一起 一起睡了 三個小孩在一個房間裡面睡覺 那個一定一開始是 很慌亂的一個場面這樣子 我們就是鐵了心 把門關起來 鎖起來 然後把三個小孩 跟我們兩個 一起關在同一個房間 然後把燈關掉 我們就跟他們說 我們現在要睡覺囉 那在初期的時候 小孩其實都會是一團亂 他們很興奮 三個小孩突然一起 可以在同一個房間 到處亂跑 對 然後笑 跳 幹嘛到處亂翻 場面也很好笑其實 然後我跟我老公 也不能一直起來說 趕快睡覺了 其實你越覺 他們會發現 爸爸媽媽沒有睡著 他們會更興奮 所以我和老公就會想說 那我們兩個就裝睡 等到他們就是跑累了 他們就會想要睡覺 然後果真這個方法是奏效的 那因為我們的房間 都有那個閉錄電視 有監視器這樣子 然後我和我老公 事後再回放看那個 他們在房間跑的 那個畫面的時候 我們覺得超好笑的 就是 好可愛 對 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好可愛 對 都沒開始 他們會丟枕頭拿娃娃幹嘛 那我好像 我老公就是躺著 我們就是不動如山這樣 盡量讓那個環境 不要被發現你們還要醒著 對 不能讓他們發現 我們要醒著 我們要讓他感覺到無聊這樣 然後就這樣子 一直經過了 那哥哥對不對 對 對 開始有人累了 就開始往床上躺了 好可愛 對 完全不睡覺 很好玩 好亂喔 天啊 很恐怖 而且這個 這個婆婆怎麼可以不念呢 這樣很好啊 你的爸媽怎麼當的 對 然後 可是這個影片 我們覺得很可愛 我們把它放到網路上面去 然後結果家中的長輩 就看到了 家中長輩只會看到說 我們兩夫妻都沒有在管小孩 就是一直躺在那邊 對 然後讓小孩玩這麼久 沒有睡覺這樣子 這個長輩該不會又是婆婆了 沒有... 這家中長輩 某長輩 某長輩 那結果他又 沒有 這個不就放學 這個是念爸媽 對 但他們就念我們說什麼 你們這個父母怎麼當的 小孩這麼晚還不睡覺 你們兩個自己睡成這個樣子 那小孩都不用睡得完 那以後長不高了什麼 以後會變笨了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 其實我們也不是故意 不讓他們睡 但是我們用我們的方法 那我們家長輩就會說 小孩跟我們睡的時候 都很早很準時 那因為我知道長輩用的方法 不是我喜歡的 就譬如說我長輩 可能會跟他說 你們早點睡 我明天早上給你吃糖果 或是就會跟他交換條件這樣子 就我會覺得說 每個人方法不一樣 但是那個長輩講出來的話就會 感覺我是一個很失職的媽媽 就會覺得說 你這父母怎麼當的 都不學學我們的方法什麼的 那聽起來就會覺得 有點不太開心 那真的更不開心的是有一次 就我小孩 因為我小孩三個都男生 他們夏天就會上半生美傳 就在家裡跑來跑去 然後剛好長輩視訊打電話來 然後他就看到我 我的小孩就是沒有穿衣服 就跟他們說 怎麼這個天氣沒有穿衣服 會感冒 會穿衣服 然後男的長輩出現了 怎麼三個這樣 是你媽媽都沒有給你吃 都沒有給你吃飯 這句話聽起來我就 我就突然生起來 因為我覺得這句話聽起來 指責很嚴重 這句話就是我已經不是 侮辱人格 我就給糖餵她吃 我已經不是壞媽媽了 我是一個會虐待小孩的媽媽 氣什麼 阿公啊 不然 你寫這一招最好 什麼時候都丟到你家去 那有時候是你太敏感 那長輩講話就是那樣 他說 怎麼三個那麼厚 怎麼不吃飯 那有時候是 可能他弟還覺得很幽默 對 可能就是一種事 像我兒子也是瘦瘦小小 我一直被人家問 你兒子怎麼都不會胖... 那我小時候其實我餵孩子 我是餵母奶嘛 我老大 我餵到三歲 他喝到後面就是有點安慰 就過來媽媽 就是奶奶給他喝 那時候我身上會帶個披靜 那因為我兒子比較大 有時候我在火車站 要等我老公來接我們 那我們下了火車之後 我老公去開車 我就跟Kiwi兩個坐在那邊 那Kiwi就想要喝奶奶 那我就這樣抱起來這樣餵 旁邊馬上那個抱是在交警 還是什麼那個阿嬤就過來 你怎麼在這裡這樣做 第一次就說 你怎麼在這裡做一些事情 這樣大人 你又在在外面餵 你很難看 你知道嗎 我說我有遮起來啊 我有遮起來啊 你們都好像會模仿長這樣 不是 她就在房間 那我就說 我是包起來 她說你就去旁邊餵了 又這麼大人 你又這樣餵 你還是這樣做媽媽的 你那要讓人看到 就這樣不好 怎麼會被人家看到 沒有啦 其實這個阿嬤 她的意思我也可以明白 這個時候 三歲了還靠母親的母奶 來維持營養 根本不夠 不夠 她就是安慰小 所以她那個其實是安慰 剛坐火車下來累啊 要喝一下這樣子撒嬌一下 阿嬤的潛台詞是說 有夠了 三歲伸到這樣有夠 她也不可能是 靠你的冷 她才會 對不對 對 她是靠吃飯的 妳何必這樣 其實她後面很多的潛台詞 是 但是表達出來就會這麼強 是 但她也認為不好看 在外面為難 我有一次被罵什麼 妳喔 就是 我就聽到好難過 我說這一句話太重了吧 事實是這樣子 因為我生兩個兒子 一個女兒 那我那個女兒呢 她小時候就是對 高跟鞋啦 化妝品啦 然後公主妝這種東西 她是非常非常 嚮往跟喜好的 所以我就比如說 我很多國外的朋友 或甚至我自己出國 我都會幫我的女兒戴一套 有高跟鞋啦 還有公主妝啦 或是什麼的 然後化妝這樣 都有 因為現在的高跟鞋 其實做得都很費 小朋友的腳的幅度 你看起來是高跟鞋 其實它是一樣高的 它裡面有內襯 好 這樣穿出門 也是被唸到一個不行 誰唸 其中一個是我媽 我媽就說 完了 完了 妳看那個腳 妳看那個腳已經變形了 妳看 妳看 高跟鞋脫掉 現場把我女兒的高跟鞋脫掉 我女兒就開始哭了 妳看 妳看 她這個大拇指的這個位置 是不是紅紅 頂住紅紅的 那個會變雞眼 那個腳會外翻 以後妳的女兒會恨妳 她的腳會變得很醜 然後就是還有幾個那種 更嚴格的長輩 她就說 今天天氣這麼冷 妳讓她穿這些公主裝 不穿外套 妳要不穿嗎 妳們這種就是 恥母多敗詞 然後Tino就覺得好難過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不穿我也有經驗 不穿就是我們推那個小寶寶 那種寶寶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很怕熱 就是妳多一點 對 會很熱 一直很熱 妳一直給她穿很多 所以我們家小孩 其實她只有一件外套 就真正的一件 然後其他都是那種 扣子 兔妝 對 就很好脫 很好換尿布 因為我們也是新手 然後就推了 她就等紅綠燈的時候 旁邊就有個阿姨 就這樣瞄到說 唉唷 然後我想說怎麼了 怎麼穿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穿怎麼樣 然後就說 沒有 你這個 妳這個小孩都爹壯 然後 省風 省風 風就灌下去 她就感冒了 妳到時候就糟糕 妳看妳兩個 還穿風衣 她穿這樣短袖 我們就想說 我們有幫她加過外套 她就會一直很熱 然後握著這樣子一直推 然後就是說妳不服 我娶過六個兒子 妳不服 妳那個 要穿外套 還加麵皮 這樣暖呼呼 不然她的灌下去 一定會感冒 最後還落下一句說 小孩沒有六個天 然後就想說 小孩沒有六個 就是好像是沒有 夏天的意思 不能穿短袖 我想說是喔 然後就綠燈 她就走走走 然後我還跟我老婆互看一下說 難道是 我們真的給她穿太少 她真的會冷 我們還會說 妳會冷嗎 那最後還沒回答 有一次 我女兒還小 那媽媽在裡面買東西 然後我就陪我女兒在外面等媽媽 女兒就在模仿 明模走路 就這樣走 然後在那邊走 好可愛喔 走走走 然後有一個阿婆馬上過來 陳先生 我看妳也是讀過幾本書的人 妳女兒這個腳有問題 妳知道嗎 妳要怎麼稀稀 趕快帶她去看醫生 其實我覺得很常碰到就是 教育上 教養上的衝突 因為其實我不讓小朋友看 電視跟平板 尤其兩歲之前 我們家的電視就是裝飾用 我女兒還覺得那是鏡子這樣 那有一次呢 就是我們出去吃飯的時候 我朋友一坐下來 她女兒前面就擺了一台平板 然後我女兒看到了 她就想說 她姐姐在看佩佩珠 她發現 媽媽 佩佩珠會動耶 因為我們家都是看書 所以佩佩珠是不會動的 她就第一次看到佩佩珠會動 結果她一講這句話 我朋友就說 拜託 妳小孩沒有給她看電視嗎 我說 沒有 因為我們家就是看書 然後我們會繪本 玩積木這種的 她就說 妳這種太落伍了 我跟你講 YouTube上面 應有盡有 現在就是小朋友多看這些 可以刺激她的腦部發展 可是這件事我就有點不認同 因為我就覺得 其實那是被動式的學習 對我來說 其實妳看讀本 看繪本 其實可以激活她的這個想像力 她就說 沒有 我跟妳說 妳這樣真的不行 聽我的 妳看我小孩都長那麼大 每個成績也都很好 我就是這樣養的 這樣養準沒錯這樣 所以這件事情也讓我有點困擾 所以不過我今年我女兒五歲 我還是有點妥協 買了平板給她 因為有一次就發生 就是我們搭高鐵 從台南搭到台北 結果我女兒就站在走道上 看前面那個位子的姐姐的平板 然後不肯回 不肯回位子 然後我在路上就覺得 太丟臉了 所以我還是買了平板給她 但是就是僅限學習用 就跟那個 不給小孩喝可樂 然後妳一直管... 管到16歲那一年 她毛起來喝 她把她16歲以前沒喝的 全部都喝 真的嗎 不好復興喝可樂 對 沒有 可是現在 美國有些年輕人不喝可樂 妳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她父母都在喝 我不要喝我父母喝的東西 所以妳如果不想給小孩喝 我盡量就要先喝 妳不想給妳小孩看的那件事 妳就自己毛起來看 毛起來媽媽一樣 看到她 那到底愛管人帶小孩 都喜歡說哪一句話 我們來看VCR 愛管人帶小孩 最愛說哪一句話 A 聽我的我是過來人 B 你這個爸媽怎麼當的 我就問你正常媽節目 特地與網路KOL 進行意見大調查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現在就是很多那種覺得 她自己是 然後他們就非常非常的喜歡 然後看到就要講一下 尤其是 例如說像我的小孩 她有異位性皮膚炎 所以她皮膚非常怕熱 只要一熱 她就會起疹子 出去就會聽到很多 婆婆媽媽說 她這樣感冒 她這樣很冷 還會有人說她很可憐 沒衣服穿 然後就會配上一句 聽我的 就是我是過來人 我有經驗 很多婆婆媽媽就會跟妳說 我是過來人 妳要聽我的 說我以前小孩就是一歲的時候 就已經戒尿了 一歲她會走路 連話都不會說 我怎麼戒尿布 她會跟妳說 我要上廁所 我要去尿尿 連話都不會說 我怎麼自己說 我要去上廁所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34%的KOL投給B 你這個爸媽怎麼當的 而有66%的KOL投票給了A 聽我的 我是過來人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大部分選擇A 所以選B的 你這爸媽怎麼當的 稍微不正常了一點 請噴 做過了 下次來 我不管了 那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不要哭啦 看到你又高興了 就是現在 就站在這裡 你護溝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了 我是OK的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小姐不惜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 東森娛樂台 認鐘 你 theatre 你介意 podcast 說 客人 你 Sharon eyed 飛 蜊子